今天非常榮幸 我們一定要跟《頭條日報》的讀者告訴你 我們專程來到北京訪問一位著名演員 黃剛老師 娜順 你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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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第一個就是問你 你覺得這部戲你的決心 你覺得自己怎麼樣 那個決心就很難說 你說自己誇自己吧 不好 沒事 自己演得不好 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當時拍的時候 在這兩個月時間內 覺得找不著 這個就是貫穿的總體的一個感覺 但是今天看了這個 我們的這個唐吉可德的宣傳片以後 好 好 不是我自己 而是作為整個片子來講 很震撼 這是我看了好萊塢的那個3D電影 3D電影 阿根達以後 第二次認識了3D 真正的3D 全3D 全3D 精彩的3D 嗯 感覺到 充滿信心 嗯 好 你把這包手怎麼樣 來 可以 你是第一次跟這個道理 第一次 好 你覺得他怎麼樣 我很佩服他 是啊 阿根 阿根 他就說 他自己有一個情節嘛 多少年來 他就喜歡唐吉以後的這部作品 嗯 然後居然把它中國化 嗯 首先一點我就佩服他這個韧性 這個耐力 哇 因為太費勁 太耗費時日 嗯 我在現場經常急得團團轉 嗯 真的 他很穩的 尽管他年輕 嗯 嗯 其實很大程度是在他的堅持不惜的努力下 才完成了這樣一個電影 好 我希望我自己沒有基礎 嗯 因為大概八年前九年前 我跟他合作過一部愛情的電影 嗯 我應該覺得應該是他 阿根應該沒有第一個叫阿根的吧 道理 嗯 好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我第一次 古吉吉跟這個江夏好 一部愛情的電影 在北京拍的 嗯 好 然後那個時候他很年輕啊 嗯 現在我 我在看他拍部怎麼製作這麼大的電影 哇 我覺得他非常努力 嗯 這個這個氣魄很大 嗯 就是我們畫畫 講一個畫家 在提筆之前 比如那幾個畫 有山有水 就是所謂胸中自有秋厚 哎 就說他心裡想的是這樣大 這樣宏偉壯麗 你才有 哦 哎 就這樣很重要 嗯 因為他是一個 呃 一個很有文學素養的一個 一個當年 嗯 嗯 那王老師那個 呃 您演這個桑球的時候的感覺 和這個 包括這個桑球裡面還有一些舞打的動作 甚至我們都知道 重新給您 這個 羅生定造 嗯 您這個 就是說一個會公布的桑球對於您來說是 什麼感覺 嗯 說的大言不殘疑點 發揮了我的特長 為什麼 啊 因為第一點 就首先我演三球 啊 因為很多觀眾 尤其我內地的朋友 都知道我演所謂打反多一點 嗯 嗯 都是些 貴族啊 啊 有權勢的人啊 有錢人啊 都這個 結果這次 啊 啊 確定被農民化了 農民化 特別被農民化了 嗯 嗯 非常 那個 土氣 嗯 啊 啊 啊 這樣一個 就是徹底顛覆自己 嗯 嗯 這點我想在一開始的時候 講到的就是這一點 嗯 一定不要有原來的那個影子 嗯 都沒有錢啊 都沒有權勢啊 都沒有貴氣啊 都沒有 嗯 他與我以前演的一些形象 包括我生活中的狀態 截然相反 徹底顛覆 嗯 此期 其二呢 啊 剛才問到說是 作為一個會功夫的桑球 嗯 因為年齡我現在很大了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 啊 很喜歡體育運動 哦 啊 而且呢 七十年代 也就是說四十年前左右 我們 可以打 可以打 因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有叫亞馬戲 嗯 所有的人都不參與了 只要都是一個演員 嗯 因此 翻跟頭 我還曾經練過踏板前撲 就是 踏踏板 飛起來 一扎頭 再起來 哇 就那個時候 所以說 在家體育比如游泳跟中場跑 我估計很喜歡 因此身體的協調性不錯 嗯 就是 一個架式出來 他絕不是 京劇演員講很陡的 嗯 很笨拙的 嗯 我覺得 很順 很順 所以剛才我 打烟不慘地講 發揮了我的特長 我自保都沒想到 還有這樣的前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您在 您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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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的拍攝過程中啊 您自己覺得什麼是最困難的 和什麼是最有趣的 最困難的就是耗 時間 三D 三 三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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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字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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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次很早起來化妝都辦好了 啊 而且那個那個那種桌子 我那桌子就是跟麻袋似的 就是 上街要幹馬上就就就就就就不用再再再打他了 啊 就這樣 一號號一天 吃了一頓飯 好了 好的 又吃了一頓飯 最後製片很不好意思的拉開化妝間的門 王老師 今天拍不了您了 您先回去休息吧 哇 所以 等 等 等 我估計恐怕不是三D 等六七個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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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着爬 很虎 甚至很危险 但是一看回放 特别是看了 他编辑起来以后 哎 值得 不错 这是最高兴的 可以说说您演出的 林嘉兴吗 我跟他 那 只是最后一场 唐吉可德抱得美人归 他们骑着同一匹马 然后我自己骑个驴 只是对视了一份 我为我主人 最后终于抱得美人归 感到欣慰 没有什么印象深 那么你最多的对手是谁 当然是 唐吉可德 你觉得他怎么样 那是很敬业的 他不用说演戏了 就光为了这个减肥 这个 我简直 无法想象 因为在同一化妆间 化妆间里等等 等等啊 然后就等了 我吃了一顿饭 我吃饭呢还不能太糊弄 我还得喝一点酒 什么酒啊 白酒啊 然后看他就能看着我 你怎么不吃啊 我减肥 他一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 他那一顿饭 根本就够不了我一顿饭 吃的那些 我一天四顿饭 早午晚还有下面 哇 所以说 他不在乎就能吃胖 不是这个 他就这种 比他正常大概瘦了将近三十斤 十五公斤将近 哇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铅笔一样 那这样的我呢 反正也胖了一点 尽量的 我往横了去 胖了高了穿 因此就形成了这个一个感觉 表演出了老师这样一个感觉 老师啊 请不许 什么 哪一场戏 你觉得你是演的最好 可以跟我们的 跟上海的朋友说 所以 哪一场戏 我觉得 起码我过去很少尝试过的一场戏 另外谁也没想到 桑球居然还有这样的戏 就是跟苗福演的那个 一个野店的老板娘 两样的这一场戏 我呢 被安本人当县 县历 县长 行吧 睡在一个酒店里 然后忽然上个调去一个人了 就是这个苗福演的这个老板娘 说白了就她要勾引我 嗯 然后我 刚才我看这个宣传是 她是个女人 我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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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个女人 哈哈哈哈哈哈 嗯 终于 克服了自己内心这种冲动 嗯 想起了尽管不漂亮的老婆 和可爱的两个孩子 就那种脑子里 情感的思想的斗争 嗯 最后终于 嗯 没有失神 哈哈哈哈 哎 我知道 你是收藏很多 嗯 你在哪弄的天眼呢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嗯 就我看不到好 看不到 但是她的很漂亮 嗯 很漂亮 我的朋友送给我 六眼 六眼 对对对 一般的洗澡 这个 嗯 你的收藏有什么 最 我主要是瓷器 积极 有什么特别 可以 刚刚你们来 因为此时此度香港正在 苏比正在香港拍卖 今天下午就 一整天是瓷器杂像 哦 你们来之前我还正在 在那拿电话 在那儿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 最珍贵的 收藏 收藏 我都很喜欢 它没有什么 最珍贵的 最珍贵的 您可以现在到 首都博物馆去看 首届华人 首届世界华人 华人典藏打赶 啊 一共 十七位 世界各地的 包括内地的 华人收藏家 提供的 一百件套 左右的一个 现在正在 首都博物馆展出 嗯 这是 可以说是 集纳全世界华人 私人收藏最大的 呃 品位最高的一次 嗯 一次展览 好 我在里边有几件东西 嗯 基本上在香港已经很多你的影媒 很多你的人 他们都很喜欢看你的戏 谢谢 所以这部戏 希望你在香港可以成功 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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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